好 我們繼續開會 再過來諮詢的是我們何全峰何議員 諮詢時間20分鐘 謝謝主席 身邊的決議員 謝謝今天交通部門的各局處的同仁 以及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針對交通部門的諮詢 我想吳局長你很清楚 我每次交通部門一定都是要針對 我們捷運局吳局長來做一些請教 首先我還是要再次的講 我想輕軌捷運鐵路地下化是高雄市的 這幾年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所謂的交通的建設 尤其是輕軌捷運這個不僅是台灣的首創 更是亞洲的世界上的一個創局 那輕軌捷運沿線經過的路段 我們也都期待透過輕軌捷運 能夠帶動地方的再一次的發展 那所以我還是要再次來請教一下 我們吳局長 所謂輕軌捷運的一期的工程的進度 我想其實輕軌捷運的一期 從之前也應該算是今年 去年長紅的我們得標商長紅的一些問題 那接下來造成一期工程的延宕 那我們也很清楚 檢舉的同仁在這過程中 其實也很努力透過希望透過監督付款也好 那可能過程都一直不是那麼順利 那最後還是採用了所謂的中止合約 然後重新找新的廠商進來承報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的部分是說 那有關一期的部分 接下來的進度 那以及跟你原本我們 預計的施工的期程 我們延宕了多久 可不可以請局長先說明一下 來 捷運局務局長請 感謝主席 感謝何議員 有關我們一期的部分 一期的整個進度部分 目前我們趕上來趕到 目前是92.05 那整個一期的期程部分 行政業合作人給我們的部分 是要在明年六月底之前要完成 那但是我們希望再往前提 希望就是把它分成兩部分 我們的工作的內容部分 有一部分是屬於我們輕軌 所必須的工程 像路廊 軌道 車站 這些是我們所必須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也把周邊的部分 像自行車道 人行步道 相關的這些部分 也一併把它做了改善 那所以我們目前的部分 一起的部分 我們希望在明年春節前 先把剛剛講的第一部分 跟營運有關的這一部分 先把它完成 那持續接續在明年六月底之前 我們再把後續的自行車道 人行步道相關的 跟營運無關的這些 是附屬的工程部分 然後再持續把它完成 好 謝謝局長 我想從你們提供給我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捷運局是希望在明年的春節前 可以完成這部分的工程 然後甚至可以進入旅刊的階段 對 所以我想請教說 像 我也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 我們在目前來說 我們又分別 就終止七月的部分 我們又另外發包給三家的廠商 對 這三家的廠商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這三家的廠商 我們跟他的合約是到哪一天 就是工程合約 一標的部分是到明年的1月8號 那二標的部分是到明年的2月18 三標的部分是到也是到2月18 那剛剛有跟議員報告過 這裡面其實有分兩部分的工程 一個是主體工程 就是跟我們輕軌營運有關的工程 另外一部分這三標裡面 都會有自行車道跟人行道 相關的這些附屬工程的部分 謝謝局長 那其實我為什麼會特別問你這個時間 就是說其實如果從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其實就是說 就跟這些廠商的合約是到明年的2月18 可是如果從2月18來看 希望可以達到剛剛局長所講的 在春節前可以某部分的 就是運行的部分可以完工 那其實是會有一些時間點上的落差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要表示的就是說 其實這三家廠商裡面 或許有廠商其實在接下來 施作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涉及到 包含例如比如說柏二的部分 那有關柏二的部分 這個可能是需要再跟文化局 針對柏二這邊如何去施工 要做一些溝通跟協調 所以據我所了解 比如說我們有7月跟人家簽約要開工的 或許因為跟柏二這邊的協調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又延後了這個動工的這個時間 那我想請教局長就是說 其實有人跟我曾請的就是說 我們已經延後了他動工的時間 我們又期待他可以早日完成 我想期待早日完成是 不只是局長你們的期待 包含市民都可以期待他早日完成 可是在這樣子的合約的精神之下 我們又期待早日完成 那又因為我們政府自己公部門的這個溝通的部分 而延後施工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是造成廠商無形中很大很大的壓力 或者是說他必須用更多的資金 用更多的人員 才有辦法來如期來完成 來提早我們這樣子的工程 那有關這個部分 是不是捷運局可以再去跟這些廠商做好協調 期待早日完工 那也不要造成廠商那麼多額外的負擔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局長再說明一下 感謝何議員 那有關這一部分 柏二的部分是三標的部分 那我們三標的部分 因為之前其實長紅的部分是都沒事做 那所以我們採取的方式是統包 統包就是說設計標加工程標 那也就是說它的工程進度部分 其實可以控制在設計的部分 那設計裡面其實影響最大的部分就是地改 那因為我們有呈現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進行整個地質改 那個地質改良的部分 那這個地改的部分其實它有很多工法 那這些工法部分其實在一開始 三標再進來的時候 柏二這一段時間裡面 剛好是他們在進行設計的階段 那這個設計階段裡面 其實他們原先所採用的部分 就是用排水袋 然後那個乾板裝跟預壓的方式 這個騎乘就會拖得很長 那後來我們再繼續跟廠商做協調之後 他們又改成裝結裝 那裝結裝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進行地改 第一個不受天候影響 第二個期程較短 所以他們改成這樣之後 其實一改之後 其實我們實程的部分 就可以壓進來的部分 那有關廠商的要求部分 其實我們都會一合約規定 我們會一合約規定部分 如果說屬於合約規範範圍裡面 那我們一合約規範域 那如果說有些是我們要求 有變更設計的部分 那當然會有合約所談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我們再跟廠商這一部分來協商 這部分請局長會後我們再討論 那再來我還是要請教局長 也感謝捷運局很辛苦 那我們知道輕軌的二期 我們在九月的時候 已經跟得標廠商中鋼簽約了 在這裡是不是可以請局長簡單一下 報告一下二期輕軌的一些時程 二期的部分主要是 第一個我們要 我們是統報案 所以它會有設計標 跟設計的里程碑跟施工的里程碑 那設計里程碑開始 我們第一階段 因為我們會 我們希望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裡面會涉及到 就是台鐵地下化的問題 那台鐵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南端C17以南的部分 那這一段其實是跟台鐵沒有關聯 那所以我們希望把這一段優先完成 所以這一段的第一期的細部設計部分 我們會在2月8號 明年2月8號之前就完成 那完成之後 我們會進行整個C14到C17的相關的鋪軌的部分 所以在C14到C17第一列車上線測試部分 會在107年10月1號部分 它要第一列車上線測試 那這個是C17這一段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全線的部分 全線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第三期的細部設計部分 會在106年7月8號 設計的部分就要全部都完成 那整個全線的通車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開始交互出旅刊 那會是在108年11月25號 他要交互給我們進行出旅刊 謝謝局長 所以從你剛剛這樣子跟中鋼有關 我們跟他的合約也是這樣的簽訂 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跟我們說 我們的輕軌捷運就2期的部分 的確是因為鐵路地鏽號的施工工程 而造成了我們輕軌工程 2期的延宕的施工的完成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確實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們在東西兩端的時候 這一段裡面 那這兩端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用跟那個 台鐵的縱貫線部分有交織 那這個交織過程裡面 一定要是台鐵地下化之後 我們才有可能會過得了 那其實再來我想想要跟局長 確認的就是說 其實鐵路地下化的延宕 坦白說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沒有看到 中央的任何哪一個單位告訴我們 它到底要延到什麼時候 其實從今年的五六月開始 我們就知道它要延宕 那其實那中間的過程 可能也包含了 可能中油管線沒有處理好 所以要再去做管線的處理 那也包含鳳山計畫沒有處理好 要去做處理 那到目前為止 坦白說 到底鐵路地下化要延到哪 延宕多久 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 中央並沒有跟我們講一個明確的時間 所以我不曉得 如果中央還沒跟我們講這個明確的時間的時候 那就輕軌的部分 你們怎麼去抓一個 它還沒有告訴我們 它到底要延到什麼時候的時程 那有關這個部分 如果說 我知道像以鐵路地下化來說 我知道現在很多的單位 包含市政府也好 包含中央也好 我們都還是期待它說 它可以不要延宕那麼久 可以早日的來完成 那如果說 它可以不要延宕到一年半 它可以早一點來完成 當然一百零原本的時程是不可能 那它可以早一點完成 那未來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鐵路地下化的施工期程 有沒有可能配合 輕軌的施工期程 有沒有可能配合鐵路地下化的這個時程 讓輕軌也不要延後那麼久來完工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教授 簡單說明一下 有關這一部分 因為為了配合整個台鐵的鐵路地下化部分 我們第一個先就燃測部分 我們水岸輕軌部分 那這一段可以做的部分 我們先延伸 那可以先營運 第二個部分 其他沒有受影響的部分 我們也會先行試做 那未來就只有配合兩段 就是東段跟西段的這一部分 那大順路橋的拆除 那我們才有辦法去把它這一段銜接過來 那另外就是東段的部分 鐵路地下化之後 那所以我們會針對有影響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會配合鐵路地下化 沒有影響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提前來試做 所以它完成之後 我們就接續下來 趕快把這兩段受影響的部分 趕快把它趕扮上來 簡單的說就是可以有彈性的去試做 未來的輕軌二期 就是說可以做的部分我們可以先做 那鐵路地下化要配合鐵路地下化完成可以做的 當然一定要等它 那如果它可以早日來完成 我們當然可以更早的去把這一段做銜接 然後可以早日的來完成全線通車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好 謝謝局長 請坐 我想輕軌捷運可以早日來完成 不僅是局長你的期待 也是高雄市民所有市民 對它的一個期待 那我們真的期待 中央也好的鐵路地下化工程 跟我們地方的這個相關的工程 能夠銜接的很好 配合的很好 不要讓這個工程一再的延後 一再的延後 那甚至在已經進入後面這樣的階段的時候 可以用更彈性的試做工法 來讓未來這個銜接的可以更順利 然後可以讓鐵路地下化也好 讓輕軌捷也好 可以更早日的來完工 再來我想請教一下交通局局長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都很清楚 在輕軌捷運要試做的時候 周邊停車的空間的問題 包含主席的左營區也好 我的選區三民區也好 這沿線其實是 整個停車空間是嚴重非常不足的 那像局長也很清楚 其實上三民區並沒有一個大型的公有停車場 來做這樣的處理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的就是說 在過去我一直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交通局就跟我們說 這個路邊停車要移到路外停車 那移到路外停車大概不在乎就是這幾個方式 增加公有的停車場 清查民間空地請民間來申請所謂的民營的停車場 清查民辦大樓商場停車空間來輔導 設置民營的停車場 最後一個都是利用學校的空間 請學校提供出來當停車場 我想請教一下局長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很清楚在未來 輕軌決定就即將要開始動工 那是不是可以在停車空間的部分 不要去等輕軌真的要動工才來做處理 可不可以提早來做處理 也幫民眾解決所謂的停車的問題 那我想請教局長 你告訴我們這四個部分來說 交通局在目前為止做了多少努力 那有什麼樣短期內可以看到哪一些成效 可以來解決我們沿線周邊停車的問題 來請局長說明 好 謝謝趙記者 謝謝我們何議員 確實在輕軌二階段 沿線的施工過程裡面 是會將原來的那個路邊停車格 給先移除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事先做這樣的一個 需求調查的作業 那我們目前了解到的 就是整個施工的過程裡面 會將路邊停車格大概小行車 會有330格受到影響 那麼機車格大概有478格 因此必須要在這個沿線相對應的範圍裡面 去提供替代的停車格 這個是在施工期間 那當然未來如果施工完成以後的營運狀況 我們當然有一個很美好的期待 就是說透過輕軌的運行 可以改變民眾使用交通運據的一個行為 譬如說它或許就不大需要 使用到原來的小車跟機車 改由公共運輸 那當然這分成兩個階段 因此呢我們其實交通局 也已經在做這個沿線300公尺 相關的這個公有或民有停車場 在尖峰期間 剩餘小車格的這個計算跟調查 那目前我們所了解到的就是說 300公尺以內的還可以提供出712格 712格這個是在今年10月中 我們所做的最新的update的資料 那當然這712格來相互提供給 這個330幾格的被取消掉的小車 小車應該是還有一點空間 那另外在停車格的部分呢 我們輕軌完工以後 大概在它的橫交 這本身輕軌沿線沒有辦法停 但是在橫交的這個道路的路段 大概可以增設932格的機車停車格 相對於會被在沿線取消到的478格 大概還可以增加300多格的這個空間 所以在停車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是有這樣的一個安排 那當然這裡面呢 還包含到我們去跟學校 跟民營的這個機關去做協調 比如說原來那附近有一個家樂福頂三店 我們也核准它這個停車場的登記證 因此透過學校跟這個民間單位的這個 停車空間的提供 我相信在施工階段 雖然會造成不變 但是我們希望在它原來300公尺以內 都可以找到替代的停車空間 謝謝局長 我想你剛剛就是做了一些陳述 其實你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到目前為止 交通局針對大順路的沿線 你告訴我們說 未來要可能可以的方向 大概就是這幾個方向 公有的停車場 民營的停車場 學校釋出 那就這四個大方向來說 交通局現在做了什麼努力 有這幾個面向來說 有達成什麼可以提早來提供 給高雄市民來使用的停車空間 就這幾個面向來說的話 對 是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有關這個 我其實應該要有一個時間點 提前提供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最主要的時間點在於說 到時候施工開始了 它沿線的停車格就不能使用 所以應該是我們講說 開始施工的那個時間 是不是有替代的停車空間 那在整個 同慶停車場這個部分 我們預計 就公有停車場 沿線有同慶的公有停車場 那麼預計呢 在今年的11月就可以啟用 所以到時候呢 會提供111格的小車 跟94格的機車停車格 那麼另外在 體育處有轄管的一個空間 是在左營 新莊段這附近呢 大概也可以提供85格的小車 這是在公有停車場這個部分 那麼立體停車場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目前也在執行 凹子底的這個公有停車場的BOT 大概在11月初我們就可以公告上網 希望能夠在這個施工前 或是施工的初期 就可以完成 我們希望是透過這個促餐的方式 能夠提供立體的停車空間 那麼另外呢 附近的這個復國公有停車場呢 這個是捷運局也引諾 希望能夠評估立體多目標 使用的這個開發可能性 那麼到時候這些立體的停車場 應該可以有效的 提供更多的這個停車空間 那另外剛才我所提到的 有一些民間的業者 還有學校 這部分我們也都積極在處理當中 剛才我提到 像加勞福已經合贈給他 那學校的部分 我們這幾天 也跟教育局再一次的溝通 希望說 因為學校他擔心說 不曉得我們需要的空間 還有會影響到他們本身 停車的量 這個部分 教育局也已經承諾 要幫我們跟學校之間 做更好的溝通 預計在之後的這一兩個禮拜 我們還會有持續的協商 謝謝局長 我想我為什麼會特別追問 這個部分就是說 看起來交通局針對這幾個方向 都有在努力再去做 那其實還是一句話 希望交通局不要說 就盧總局剛剛講的 我們不希望等到捷運要動工的時候 才把這幾個替代方案做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要讓民眾更提早的習慣 我們市府多開闢了多少的停車的空間 可以讓民眾去使用 然後減低整個大順路原本的負擔 我想讓民眾提早去適應這樣子的狀況 就像你們在推公車 讓民眾提早搭乘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這樣應該可以在動工的時候 更減輕到時候整個交通的負擔 謝謝剛才議員的提醒 我們會將我們已經確認的 或是已經定案的這一些 可以提供出來的停車格 或許用什麼方式 趕快提供給民眾來周知 讓他們能夠有及早的準備 或是習慣 好再給我們 那另外我也想提起 局長的部分就是說 未來其實在高雄市原本的市區裡面 除了輕軌節約經過的路段以外 其實鐵路地下化未來 它雖然我們要做很漂亮的綠園道 那其實鐵路地下化也是經過 原本高雄市區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也期待 交通局針對未來鐵路地下化 針對車輛擁擠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好好的跟公務局 做一個溝通跟協調 然後把鐵路地下化 需要留給民眾停車的空間 也事先的把它規劃出來 那這部分再請局長努力 好謝謝 那最後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 觀光局局長 在上個會期 我其實有一直在提到愛河的部分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的部分 就是說 根據你們回給我的資料 那有關愛河整個兩岸景觀的這個部分 那可能要請公務局 針對照明的部分來做一些溝通 來做一些處理 那針對這個部分的進度是什麼 以及它 比如說有一些樹要重新來做 樹種要做處理 那這個什麼時候 騎乘跟公務局溝通的狀況是什麼樣 可不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局長你們也提了一個叫做 愛河觀光發展經濟計畫 那我只看到這個計畫的名稱 是不是也可以請局長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針對未來所謂的愛河的這個經濟的 觀光發展經濟計畫 我們未來的規劃是什麼 來請局長謝謝 來曾局長請答 好謝謝主席 謝謝何議員 那我先跟議員報告 關於愛河觀光發展經濟計畫 其實它是一個名稱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愛河的整個沿線 它所牽涉到的單位非常的多 比如說在場域管理的部分是公務局 那在水質改善的部分是水利局 但是旁邊的場域的這個活化委託是由觀光局 所以由秘書長他開了兩次會 他召集了各局處的同仁 那直接到現場去會看 他們也直接也去搭船 去了解整個這個愛河的狀況 所以才擬出這個所謂愛河觀光發展的經濟計畫 那在這個經濟計畫裡面呢 各局處都有各局處的權責 那在公務局的部分當然最重要就是 要怎麼樣讓愛河更漂亮 所以在旁邊周遭的這個綠植栽 以及它的亮點的這個部分 怎麼點亮它 這是由公務局在進行 那整個愛河其實因為它是淡水跟海水的混合 所以整個愛河呢它的水質呢 還有包括它的污泥怎麼樣去處理 這個部分它的水質的改善 是由我們水利局在進行 所以這個部分呢 目前秘書長已經開了兩次會 那未來呢 還會繼續持續追蹤各個局處的這樣的一個進度 那對於整個愛河的這個水質改善 以及它的整個周邊的這個部分都改善之後呢 當然對於整個觀光推動的部分 除了目前我們的 這個公多拉的這個水域的這樣的一個遊船 那還有包括這個愛之船等等在這個河道上的整個的活化 那還有旁邊場域的這個委託是由觀光局在進行 那我們也最近在這個地方有辦了這個水域的活動 有一些趣味競賽 所以我想這個未來呢 我們等整個包括它的景觀改善之後呢 我們會相關的配套 不過剛剛議員在上一次會期的時候有提到說 怎麼樣到七弦橋 過了七弦橋之後的那個上游的那個部分要怎麼處理 那這個因為牽涉到整個橋墩的高度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後續會再跟秘書長所主持的那個會議呢 各局處大家再來思考怎麼樣讓我們的船 能夠順利的往這個愛河之星的方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何議員的質詢 那在下一位質詢 議員質詢之前我們先處理一下時間 因為現在12點17分 距離上會12點半還有一點時間而已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上午的議程 就到陳梅雅議員還有我質詢完之後再行上會 那接下來是陳梅雅議員質詢20分鐘 感謝主席 那針對於交通部門的質詢呢 本席這邊要先請教一下我們的觀光局長 因為我想最近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到底來到台灣的觀光人潮 那麼本席這邊想要特別請問一下我們觀光局長 簡單答覆一下 目前到高雄的各國的觀光人潮是增加還減少的 我們先探討外國觀光客來請答覆一下 陳局長請答覆 目前的謝謝主席謝謝陳議員 那目前我們的觀光的這個部分呢 人數是有些微的下降的部分 下降多少呢 按照我手上的資料大概差不多是 總數是 減少了差不多是 14%左右 你說整體來講是減少是不是 對減少了 那我們跟其他的六都比起來 高雄也是減少嗎 跟其他六都比起來 跟其他的 我們是減少的 我們也是減少 那但是我這邊手上看到你們提供給大會 我們議會的資料喔 你這邊序名是說觀光市場的分析 你們序名說雖然大陸的觀光客是減少的 但是其他的日韓啊 其他的一些東南亞國家你們說都是有成長 所以相較之下整體還是有成長的 那到底哪一個數字才是真的 對不起我跟議員報告喔 因為提供給大會的這個書面的資料呢 他是統計到六月還是七月的部分 所以那個數字有一點落差 那在八月的時候呢 因為他的觀光客的下降的數字是比較多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是有略為減少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到八月份之後 所以你們提供給大會上面序名 那其實說真的啦喔 你們提供給大會前幾天喔 大會開議的時候 你們有送了一本會議的報告 那上面已經有做這樣的紀錄了 是增加的 那麼今天這個是你們今天才又送到大會的 上面還是顯示是增加 但是我這邊肯定是說局長你願意講實話 當其他的議員沒有針對這一點來詢問你的時候呢 你們給的書面資料告訴高雄市民是說 是 甚至讓高雄市的觀光產業是讓人感覺到驕傲的 帶給高雄市更多的經濟產值的 那麼我這邊也必須要再提醒一下 高雄市政府各個局處是不是大家聯繫工作沒有做好 我在民政部我在教育部門質詢的時候呢 我請教了新聞局長 他告訴我說 觀光人數啊 他們發布新聞稿他說是增加的 新聞局告訴我們說增加到目前為止是增加 我們的觀光局長他面對問題了 他很誠實的告訴我們說 不是的我們坦白面對問題 確實現在是略微減少 但是我們會想辦法來努力 各局處的聯繫真的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高雄市長到底是被誰蒙蔽了 這個我覺得未來都要檢討 那麼本期這邊要再請教一下 針對於我們 呃目前 高雄市蠻以為要說這兩個很重要的開發案 齊金沙灘度假會館 聯談湖畔休閒旅館 這兩項都是蠻大型的觀光的招商案 請你告訴我們 目前這個招商案進度為何 是流標嗎還是順利的 呃謝謝議員 在齊金的這個招標案的部分 我們呃有上網公告兩次 那的確是目前是還沒有招標出去的狀況 那聯談的這個部分也是一樣的 對 好局長告訴我們說 齊金沙灘度假這個五星級 號稱非常一個重要指標的那個觀光的飯店 據你們的書面資料是說公告兩次流標 那麼聯談會館是公告了三次流標 那麼我請教你為什麼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預算書裡面我們是看到了聯談會館編了權利金進來 你可以告訴我們這是怎麼回事嗎 好謝謝陳議員 這個部分呢我想我們公告兩次 我們大概也了解說因為 你們聯談會館是流標三次吧 對聯談會館是三次 告訴我們流標了為什麼他的權利金是編到你們的歲入裡面來呢 為什麼 我跟聯報告因為這一次的流標是到今年度目前的進度 那我們現在在做一些努力 我跟聯報告我們的努力第一個部分 我們有在拜訪或者開發一些潛在的商商 重點是說權利金為什麼編進來 你已經告訴我們是流標了 對我們希望未來再次的公告能夠把這個 所以你這個權利金幾億你們編幾億進來 明年 我們希望明年能夠有這個活化案能夠 編了幾億進來 編了五億 那你的意思是說你們目前為止你們是流標的 但是你認為說 在今年的 對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招標案 那你為什麼沒有把期經的列進來呢 如果照你講聯談的你有列進來 然後你認為有信心是可以招標出去的 期經你為什麼漏掉了 說不過去啊 我們期經有啊 我們期經有列啊 列了多少 我們期經是三億 對 期經是三億 好 那請你告訴我們 你預期這兩個都一定可以招標成功 我們期待是這樣 我們希望能夠招標成功 你去年 去年的交通去年的觀光局長 是不是也是這樣講 這是我們看到目前高雄市 這個在推展觀光的一個窘況 好 時間有限 本席再請教你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針對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想請教你 針對於目前高雄市 你就講出三個好了 你認為值得推薦 或是說目前觀光人潮最多的有哪一些地點 我們目前如果按照我們的統計的話 第一名是佛光山 第二名是博爾特區 那第三名是奇經風景區 奇經第三名 那我記得奇經曾經那個名列第一名過 那我們觀光局呢 在奇經 你們做的報告是說 你們辦了一個奇經黑沙玩意節 那辦了這個節呢 你們說已經有吸引了大概一百萬的人次 那麼我想知道一下局長 那當你吸 我不曉得這個數據從哪裡而來 我們有記 我們有記 就是我們每次辦活動 我們都會去統計來客的人數 如果就你所講這個數字是正確的 那麼請教你 在那個階段 渡輪有沒有塞 然後還有我們的過港隧道有沒有塞 交通的部分是順暢的嗎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都知道那個過港隧道的交通狀況 如果有辦活動的話 當然我們都預期它會塞車 所以我們會做了很多的交通的疏導的計畫 所以我們在奇經黑沙玩意節辦的期間 那個奇經黑沙玩意節一百萬的人 湧進奇經的時候你說是沒有 因為你們有非常好的 有一部分時間是有塞車 我跟議員報告 因為奇經的風車 我給你時間好不好 局長我不要你在這邊空口說白話 告訴我們說有一百萬人 然後告訴我們說奇經 不要聽空口白話 當地的居民感受不是這樣的 我們鼓勵高雄市政府全力推展 奇經的觀光 我們鼓勵高雄市政府全力推展 各個地方值得推展的觀光景點 但是局長本期一直在大會強調 當我們在發展觀光的時候 請你必須要兼顧 當地是否有帶動他們的產業 觀光產業 讓當地增加更多 因為觀光人潮而帶來的就業機會 並且不應該要犧牲奇經當地的居民 或是哈馬興當地的居民 因為人潮而帶來他們的生活不變 這是我們在推展觀光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努力要做到的 不是只是告訴我們 一個很美化過的數字告訴我們說 這些是外國觀光客非常喜歡去的 但是為我們當地到底帶來了什麼 本期剛剛講這幾點 我給你時間 不要空口說白話 請你把詳細的這些數字提供給本期 甚至本期想要知道一下 期經黑沙丸一節 我們編了多少經費來辦 來 局長 編了多少 期經黑沙丸一節是600 那有一部分我們是跟中央爭取經費 中央編了320萬 對不對 然後我們市政府也編列了 我們公共市政府編列了250萬 我們有一個150萬左右 一百七十 我給你時間 把這些詳細的數字 麻煩提供一下 本期這邊想知道一下 你們的那一場有沒有任何的門票收入 我们整个黑沙的雕刻的沙雕的部分是没有门票收入 我问你们整个的活动 你们是委外还是你们自己做 我们是委外来来做一些 有没有门票收入 门票收入跟远报不好意思 给我一点时间说明 沙雕的部分是开放进入 我只问其中的哪几项有门票收入 有还是没有 其中有一个水域活动的 包括他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趣味性的这个部分 是有门票的 好 局长请你 我给你时间因为大会时间有限 我给你时间请你把相关的这些序民 你们的收入支出详细办了哪一些项目 让我们看到 并且你刚所序民的在那段时间 你们做了很多交通疏导 迄今是没有塞车 迄今的交通运输是顺畅的 你们做了哪些努力 如果这么厉害 我觉得你可以当交通局长了 交通局长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解决过 其中的问题 如果你想说你们在那段时间涌入了一百万的人潮 但是其中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其中居民说是没有 没有塞车的 那我 我甚至认为你可以来当我们的副市场 好谢谢请坐本席时间有限 其他的请你提供资料给本席 好接着本席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那个交通局长 局长请教你 高雄市目前为了推展这个观光你们在上次的预算里面有边经费双城的观光巴士 请问你这个目前已经进来了没有 来简单答复 这段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我们那个观光 开顶市的观光双城巴士 从9月它就开始试营运 预计11月初就可以正式 安检通过就挂牌正式营运 好请问一下 你买的这个观光巴士双城的 希望带动观光吗 对不对 它未来是在哪里跑 也是高雄市区吗 它目前我们是有 你说说告诉我高雄市还是别的地方 是不是在高雄市 是是在高雄市 是吗 那我请问你 我们这个双城巴士是电动的吗 不是 它是什么样的 它是欧规六期环保 所以它是要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运行呢 是能源吗 它是用电动的吗 它不是电动的 那不是电动是哪一种方式呢 它是用柴油啊 柴油吗 是是 但是符合 符合六期环保 欧规六期环保 好的 目前欧规六期环保要到明年 好的 局长 江湖局长告诉我们说 高雄市政府现在引进的 要推展高雄市的观光 而且这台车是在我们高雄市这样子来运行 那么它目前呢 运用的呢 并不是电动的方式 我们买的车子 高雄市政府自己带头买的车子 还是利用柴油的 好那我这边再请教一下 目前骑津 跟到哈马星这一段的这个渡轮 目前 它的能源是用哪一种方式来运行 目前都还是用柴油 还是用柴油 目前有几艘 渡轮的话大概有九艘 渡轮九艘 那么本期其实在之前一直建议你们 是不是应该要多增 第一个增加渡轮的数量 减少其境当地居民 因为可能上下半时间或者是因为观光人潮而导致他们回家的路 变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本期在之前总职群都有提过 希望你们能够第一个增加渡轮的数量 那我记得局长跟市长也都有承诺说会增加 目前进度如何 这第一个问题来请回答 针对这问题回答就好 对我们目前市长也承诺要增加渡轮的数量 所以目前有两艘 会增加两艘是吗 是的 这两艘将会用电动的 电力驱动就是电动的渡轮 那请问你 现有的这些渡轮 太久换新要到什么时候 这两艘 不是这两艘是说现有的渡轮 你们如何太久换新 很多的居民认为说这个是太老旧了 预计会不会去太久换新 轮船的使用它有它的一个要求 那目前我们希望新的渡轮进来以后 我们才去进行旧的渡轮的太久换新 那刚才议员所提到 意思就是说 本期时间有限 局长本期还是非常的诚恳建议 各位局长们回答 针对问题回答 好吗 好的 所以刚刚你讲的 我们现有的这些渡轮 还没有要进行太久换新 未来是只要多增加两艘的电动渡轮进来 是多增加两艘嘛 不是太久换新嘛 但是你说因为有时间的关系 好本期给你时间 你把相关资料准备好提供给本期 并且本期在上次总之群当中也提到了 目前在齐金或是哈马新这边在等待渡轮的时候 它的腹地是不够大的 那么你们也承诺说 会去把周边的其他的地区做整合 这个部分我想你们不会跳票吧 并且我这个到你最后的时候做全部的一起回答 并且本期这边要特别再提出来 到底第二条过岗隧道 什么时候你们会有一个时辰表 除了我们要解决掉哈马新到齐金这一段渡轮的问题以外 另外一个齐金人回家的时候 他们开车会经过的是过岗隧道 但是我们未来多要新建第二条过岗隧道 你们的时辰表出来了没有 之前询问你们 你们都说这个是中央的权限 然后你们说时间还没有到 还有十几年 但是我们现在要告诉高雄市政府的是 中央地方现在都是由你们在执政 你们已经没有借口再把理由推给中央了 本期这边要强烈要求交通局长 请你要解决我们高雄人 特别是齐金人哈马新 因为这些都是名列高雄市观光人潮的前两名 然而当地居民却因为他们带动了高雄市观光人潮 而牺牲了他们居住的权益 在这边本期又要再提另外一个部分 局长哈马新你们要在这里办一个 生态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盛典在哈马新 那我请教你之前你们其中的一项民众最反对的一项 本期在这边也表示反对 因为你们说不准当地的居民 因为这个是据你们的说明会自己提出来的 不准当地的居民在那个月把车开回家 高雄市政府告诉我们说在哈马新要办一个月生态交通日 是让民众把车停在外围的停车场 然后搭接驳车进去他们自己的家 这一点本席已经反对了 要求你们必须要去正视居民的心声 那一个月居民他要怎么生活 他如果是赖以譬如说在网斯等等很多 商业行为为生的他没有交通工具 你要叫他怎么生活 所以又回到了我想当地的居民 针对于市政府要办任何活动 大家都愿意鼓励支持 甚至你们在当地做任何建设大家都支持 但是针对于限制了人民行的自由的部分 本席建议交通局必须去检讨 并且 当本席在大会反对 你们限制了居民行的权利之后 你们后来有推出一项又说 你们现在都还在监讨 我待会给你时间你说明一下 你们又说只要当地居民 愿意把他们现有的车换成电动车的话 就可以骑回他们家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当高雄市政府一方面告诉我们说 为了生态交通 当地高雄人不可以骑自己的自动机 因为他不是电动车 高雄市政府跟我们说 他如果是电动车 才能够把车骑下来引导 因为他说这是一个全世界上的一个卧档 所以要求高雄市民你们的币量 但是我们又看到高雄市政府现在其他的作为是什么呢 他说推展高雄市的观光 结果呢 我们的交通局引进的双层的这些观光巴士 他是电动车吗 也不是 但局长可以告诉我们说 他有符合环保的规定 那么请问你 市政府你可以带头做这样 好 时间再延长两分钟 感谢主席 本席这边还是要建议高雄市政府 要多听听民意 局长你思考一下 待会最后让你回答 这几个问题 到底你骑津 哈马新这边的交通 你要怎么去克服 最后一个问题是 针对于铁路地下化之后 中华路桥到底要不要拆迁 你们的决定到底是如何 一直没有个定案 并且你们针对于我们目前在农十六 你们有推一个BOT案 然后说要跟业界做结合 那你的现在具体详细情形是如何 你待会回答 我还要问捷运局 待会请您回答 针对这四个问题 捷运局长本席要请教你 捷运局长 针对于轻轨捷运的部分 目前你们有分第一时程表 第二时程表 好 不管 现在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 你预计我们要到多少的运量 目前高雄的轻轨 它才能够转亏为盈 来 局长请答复一下 好 请局长回复 感谢主席 感谢陈议员 那个轻轨运量部分 我们是预计到109年达到 8.3万人次日运量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才有办法达成评论 那目前 你们我们目前轻轨 兴建已经多少经费了 目前的部分 我们第一阶段的部分是 56.79亿 那第二阶段的部分是57.89 那已经发挥的部分 第一阶段 目前执行的部分 目前执行进度部分 局长 最近很多人在跟本席反应 好像我们的轻轨 他说都没有看到人 好像他变成一个行动广告车了 我给你时间把相关所有资料提供给本席 好 好 接下来请交通局长回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刚才有很多的议题 感谢议员这么样的关心 首先有关凹子底的立体停车场 我们希望是透过BOT的方式 那目前之前的作业都是跟地方上做一些意见的沟通 还有各个机关单位对于这个新的地底停车场 有没有什么空间需求 做一些讨论 那预计现在是11月初就可以做BOT的政策公告 那么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正式进入到这个邀请 有兴趣的投标厂商来建设的这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中华路桥的部分 这个是跟铁路地价化的工程有关 那之前我们也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 因为之前有提过分成五个阶段去做沿线所有立体的路桥 是不是拆迁它的时程的规划 那本来是中华路桥是因为它考虑到当地它的交通的特性 所以是把它放到比较后面的 那么因为最近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新的工程会纳进来 在那个范畴里面包含新台17线的开辟的可能性 现在增加很高 那么新台17线怎么样跟原来翠华路还有路桥以及地下道 这中间整个交通的流量互相的影响 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我们也因为这样做了一个委托案 那目前整个委托案大概也已经完成了 我们还在做最后审定的工作 预计大概在11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确定 目前朝向的是看起来地下道的功能可以先把它排除掉 那么高价的路桥我们必须还要再确认 新台17线的车流如果往这边汇集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路口它的空间容量的不足 所以我们原则上目前初步 那个评估报告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不过刚才我跟议员所报告的 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包含公务局他们的观点 其他单位的观点做最后的定夺 不过未来对于 好的好的 那另外刚才提到那个过港隧道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港务公司他们必须要来负责这一个部分 那现有的过港隧道是到123年才会到 那议员所关心的是不是在哪里需要新建第二条过港隧道 这部分确实是我们还一直要求跟中央能够找一点定案 不是我们单方面这样的能够做多定夺 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来要求中央能够就这个议题加以看重 好我们再提供报告给这个议员 那议员刚才还特别提到有关我们即将要在哈马新地区举办的生态交通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从过去有一些误解到现在 我们跟地方上每一个月都有持续定期的做一些沟通 可能刚才议员所提到这些意见 可能已经都有一点改变跟改善 我们目前希望整个生态交通是能够提升社区的生活环境 跟宜居的品质 那所谓的生态交通不是拒绝或是禁止民众使用适当的运输工具 在执行它平常的交通运输 但是我们愿意提供说 同样是要达成一个屡次的交通运输的目的 它可以用比较生态比较环保的方式来达成 那么这个部分当然还是得要民众它有意愿来一起配合 我们的期望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认知 也能够共同了解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交通运输的方式 其实是有替代替代方案的 那么如果这些替代方案可以得到民众的认同 它甚至做它的行为的改变 这样的一个改变将会是带来社区整个生活品质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 好的 对 好的 我简单说明一下我们在期间的部分呢 也已经跟港货公司取得了有一块水域 那我们会增设第三顿船 未来第三顿船结合现在的两个顿船 会有比较宽的水域的后船空间 那我也感谢很多议员 当地的议员都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多的协助跟指导 我相信在很快明年春节以前 第三顿船将会把它建置完成 到时候我们会就整个服务还有动线的部分做一个调整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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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陈梅雅议员的咨询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召集人陈梅娟议员 时间20分钟 好 谢谢我们的护召集人 我们交通部门的各位局所所长 各位关心高雄市人各位乡亲 我们议会同仁 还有媒体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抱歉 因为我今天有点感冒 所以喉咙有点不舒服 待会听不清楚可以问我 抱歉 首先我想 其实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观光局的业务报告 坦白讲 感觉上我们是信心满满的 未来应该还很有可为 可是实际上呢 我觉得 我不是想在这边跟我们观光局闭嘴 事实上坦白讲 我举个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教官 在六年前 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说 他不当教官了 因为他要转业 他要当导游 要来接路客 因为他说 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很祝福他 所以六年前他投入这个工作 结果前几天我在一个公寄场合碰到他 他坐在那个来宾席 我问他说 这是你亲信吗 他跟我说 不是 他是来见习的 我听了心里很难过 因为他要转行了 他要做礼仪师 那昨天 前两天我就看到他亲自上场 拿麦克风了 然后第二个案例就是 我去也是去一个公寄场合 我是事先去跟家属探视的 那个家属的儿子跟我说 他是开游览车的 他跟我说 他现在没有游览车可以开了 听起来真的是很难过 其实事实上 520之前 事实上在这个整个公寓的产业 就已经有一点微动了 有一点稍微在改变 520后更明显 当然这个里面是给我的数字 我就探讨你们的数字就好了 你们数字里面 你们有提到说 我们的大陆来的客人 就是今年 就我们统计今年1月到6月 事实上1月到6月 事实上这个明显度 还不是那么的明显 不过我们就就这个议题来讨论好了 陆克他是占了 1056万人次 那当然他是占着整个观光产业的四层 那四层里面的陆克 就占了100多万 那我们来看下面 你们给我们的 这个都是你们给的数字 光是106元的一样的同月 1月到6月 我们扣除大陆之后 你们所列举的大概有27万多而已 这个比例上 真的差得太悬殊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大陆陆克这个区块 我们拒减了以后 当然现在蔡政务是希望 用新南向政策来替代 这样的一个观光业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是 成如我们刚刚少点议员讲的 看得到吃不得到 因为我们光是比例好了 我除过 如果用大陆的陆克 跟东南亚的陆克 都是旅游客人来比 差距十倍 二十倍 那我们如果再扣除 日本跟韩国 哇那更可观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数字游戏以外 我觉得十字面 我们应该好好探讨 虽然一向政策 当然这是要推 但是我觉得事实上 它有很大的自在难写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落差太大了 第二个 我们还要培训一些 东南亚英文系的一些导游 这个时间点 缓不济集 我觉得根本人 光是要带团的人 都 导游都有限 那怎么带 这个产业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考验 除了这个以外 很多的产业 像我最近 我昨天去会开一个饭店 他不做观光饭店 因为他跟我说没生意做 他们转型为月租型的 好像有客厂跟我去 他敢说月租型的 他们现在没办法做 一般的观光客 还有之前我们有一眼头讲过 观光饭店转型成长照中心 这个都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来看 我们这个区块真的要加把劲 那我想 曾局长 你是新接任的 我们敬你很大的一个期待 这次我不问你 但是我期待 下个会期如果还有机会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来 这个方向到底我们有什么好的计划 就曾高雄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先期待我们的曾局长 因为我相信你在民政局 也做得相当的杰出 我希望你在观光局也有大有可为 那我要再问的就是 进入我这个议题 哈啰市场旁 有一个军防土地 是金贝局的土地 我们一直以来 我想这个已经不是新案子 大概我讲了快两年 一年多了 从去年一直讲到今年也年底了 旁边有一块军队局的两块土地 我先讨论 来给局长你看一下 菜公路 哈啰市场的后面 我从后门这边进去 光是这个地方的停车 就停得乱七八糟 我是早上七点去拍的 我不是酒期的期间 然后你看 这边都停满了 然后再过来 我走菜公路 菜公路这边也是机车都停满了 在另外一边 也都是满满的 包括东西都来到路上了 所以 然后我们要再看 走到公路市场 你们说好 旁边有一个停车场 平方场里面 会知道七点以前就已经都停满了 包括这边有的又停到路边来了 这个也是我们的明潭路 这个是机车阁 现在后面停的全部都是汽车 所以也就是说 这边的停车的需求量 真的是很大 因为有一个哈啰市场的关系 但从我们哈啰市场这边一直弯进去 后面有一个集合社区 这个社区是新建的 就算高级社区 已经盖了蛮多了 那从这边进去之后 两旁也都是停满的 再过来 从那边看过来 这边也都是停满的 也就是说 那边的停车空间 真的相当的需求 那这一块 就是等一下我会秀地图给局长看 这一块目前我去拍的时候 也是停的满满的 那前面这边人家都是住宅区 这样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满满的 整个都满的 你看看到的 同一个时间 7点以前全部都满的 整个空间都是满的 然后另外一边 就是这个也是军备局的土地 跟国有财产分属也有一部分 这一块是由他起来 听说就是因为这一块的关系 他在标准嘛 标准 科长等一下来 因为科长也打我 因为我记得我们这个 请问好几次 这一块地地上很脏乱 当属于那时候还没有尾的时候 来民也是脏乱不堪 那里长那时候我们去会开完之后 他才尾起来 那里长一直在反弹 这个地方 包括我刚刚秀给局长你看的 那个停车的空间 那个野狗多到不可以 里长每次打电话 他跟我说他们里面又被野狗追 然后摔倒的 被咬伤的 都是在这个区块 那里面这个座 放到这样 那我不是要叫你去跟军方开罚单而已 我要你们是正面的积极的去做规划 就是刚刚哈罗市场是这一块 这是哈罗市场 明潭路在这边 然后林市场在这里 这是半屏山 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一块跟这一块 停满满的车子的是这一块市场用地 那因为我们现在哈罗市场不再扩建嘛 所以这块土地 暂时就像停满满的汽车 这块就是刚刚围里的那一块是住宅用地 那这块地现在我也知道已经标售好几次 都一直流标一直流标 那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跟着你们去会开的时候就讲过说 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这两块土地来做停车间停车空间的规划 但是卡在这一块因为要标售所以一直都没盯着 但是我也感觉很奇怪 那这块不能动这块为什么 这块为什么不能先动呢 那你们给我的公文一直跟我说 因为军方要标所以要等他们流标再检讨再流标再检讨 现在已经第几标了我不知道 但是已经买两档了到现在还没办法整个停车空间出来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效率这么差 后来有一个里长跟我讲说 議員我实在是很爱拜托你 但是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里面跟我建议 说我们找不到市场 要找执政党的民意代表才可以 因为又昌有一块土地有一块地也是军方的 结果某一个立委出来 马上讲就马上规划马上变停车场 结果我们这一块要说两档 做不来就是做不来 所以他们跟我说 议员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他们可能也要换别人去乘请了 你知道我听了情何以堪 我这浪年很久啊 可是你们就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做 我不晓得为什么 好 你说跟我讲说 你这块定是因为现在在飙售 那这块呢 这块是市场用地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 可是为什么没有办法规划呢 局长 你我就告诉我有什么吗 就停车场感觉有这么困难吗 我没有想到企业行李 四壁九尾 明台路开通了 扩宽了 但是也是停车了七八糟 没有办法 因为你们政府没有给他一个 好的停车空间嘛 你就被迫市民就要乱停嘛 乱停又开发堂了 大家都还要啊 这个是你们的责任 局长你跟我就告诉你这块要怎么做 好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题 谢谢陈议员 对于这个哈罗市场附近的这个停车的问题 长期以来的关心 其实交通局也认知了这个地方停车的这个严重性 也跟议员一样 我们很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停车场能够促成 那赶快是多久啊 对 我跟议员报告 因为刚才议员提到两块地刚好是连在一起 一块地是军方住宅区一直要标售 我们在七月底的时候还跟军方再一次的结洽 他们还是要做重新招标的动作 那么我想如果在这一次没有招标完成 他应该就没有什么借口 我们应该就可以 那市场用地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 另外一个市场用地的部分是这样 就是说那个地其实这两块地都是军方的 如果地是我们的 那当然早就已经把它开辟完了 那你没得到借吗 你们也都用借的啊 就是在军方的沟通他们有他们用地使用的这个规划 那为什么又昌那块可以 为什么又昌那块可以 每一块地他们的规划不大一样 那我跟议员报告 国防部军备局这一块有关市场用地 他目前产权已经正在移转给国产署 那国产署转给他们以后 我们就可以跟国产署来来做比较直接的合作 因为我们在批建议的产 不是啦 主导这样啦 我想你这两点我觉得我们还是切割开来先讨论好不好 这块要标有它的齐程 那这块是不是可以先整个 是 好吗 是不是都来参照看要怎么用 不然你不然就解决周边的停车空间 大家都停车半七八糟啊 没有错 如果是要做规划这个则会没有问题 但时程上就是说他现在军备局要把产权移交给国产署 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完 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操作 那规划绝对没有问题啊 好啦局长我再给你一点时间啊 到总咨询之前给我的答案 不然我还会再就在你们这个问题 好 请坐 还有我也建议海强幼稚园 海强幼稚园现在目前也是方置在那里 那也是军方的 所以我先给一体 你今天不用回答我 先给一体抛给你 就在我服处附近 一直在强调希望能够规划停车场 你看看可不可行 好不好 这个总咨询我会跟你们谈 那再过来就是荣华国中跟新上国小两个校地几年的校门口 要规划血统安全的一个通行交通设施 这一点我们也上次去会看过 就在这个 这条路是新扩宽的自由二路六项 已经扩宽了 这条路是我们的光行街口 当时这个地方 现在我画的这个地方 目前是没有画马线 当时只有画这一条 那因为这个路口很特殊的是 刚好罗华国中的后门跟新上国小的后门 刚好隔一墙啊 所以每次放学的时候 这边都涌出一大堆的学生交通上的安全问题 就凸显出来 然后都是靠学校的导户妈妈 还有一些志工来帮忙协助 都是靠这条路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这边 他现在从这里出来之后 他这边没有整个月 马马线 结果变成荣华国中走这边 新上国也走这边 但是这边也没有马马线的规划 后来那天我们会看的时候 有演绎出来 所以我到现场去看了 很感谢 最近我去拍了 有你们已经画了这条八马线出来 这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我要讨论的是红绿灯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我跟局长你也讨论过 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 他们一直强调说希望有一个红绿灯 来规换通学的时间 那你们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希望说一般的学校的门口应该都会有一个交通号制 就是供在上下雪时间来使用就好 那平常的时候你们闪黄灯我们没有意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局长你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来考虑架设一个红绿灯 然后上下雪的时候家长志工导父妈妈他们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红绿灯来管控 我说让学生好通行 因为这条路本来没那么大条 现在扩宽成12米 所以测速就相当的快 这是一个家长的一个答复 不是 家长的一个请求 那家长那天也出来学校 两个学校也都来陈勤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请局长你也等一下回答我 你讨论一下这个看要怎么样来处理 不然刚好两个学校都要靠这条路在走 出来的时候还是真的人很多 这可能要向交集好好规划 那再过来就是先锋路未扩宽前的停车空间规划 这个部分其实在之前的会期我就已经有讨论过 它这是一个重拾新春 但是当时规划的时候 军方就是隔着这个先锋路 这边新社区已经起到大楼 头天堂起到摸摸摸 这边因为有一些战用户的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这一块目前都还没有标唆处理 那隔着这个先锋路 先锋路这条他刚刚有一条线画的这个地方 刚好这条线画的这个地方 就是刚好这个局长你看得到吗 他现在停的就是电波条到他这 现在他的枪都停到摸摸摸 就是从这个喉线进去这个区块 就是电波条的这条 那现在车子全部都是直向停了 都停停了 照理想以交通规则应该是要顺向才对 但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这条 我们一直要求公务局要赶快开辟 因为后来我们会看到第三次 的时候有终于发现说这条其实不是军风的 这条已经是市政委的桌落用地 但是公务局新公处跟我们说 这个扩宽要好几千万啊怎样怎样 说他没办法 其实这个有困难 因为当地不用再扣了 当地就是赤政务的 只是工程费啊 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估的 这个问题我会跟公务局来讨论 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 现阶段要怎么去解决目前 目前这个地 现在车都直向的嘛 我想在交通法序上你们 本来就不鼓励放纸的嘛 应该放顺向 你现在要怎么来贵贵这条 因为近前我都拜托你贵贵 只有这自己有画的 之前我们会跟他说你们有画 你们是画这样 可是老百姓停还是停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们停在外面 那里面还有空间啊 所以他们都觉得说 停这样会比较停多一点台 所以大家都停这样啊 这也很疼痛 理长也跟我说 这到底是要怎么处理 这里面 我们本事等一堆 当然这不是你们的赤林 但是问题是 你要怎么整个这些停车架 你们现在之前你画的是画顺向的 定位 可是问题他们停都是停职的啊 这是要怎么解决 局长我等一下姐请你想想看 有没有靠你的智慧 这到底是要怎么整个 秀现阶段来整个 因为这有安全问题嘛 因为现在问题就是停这样 你说要开坡这条路 公务局如果不答应也是没办法 但是这个不我会来努力 只是说现阶段请交通局 你要怎么整个停车架的问题 让这个老百姓又依循 不然他们现在这样也没办法停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位 空位很大 就是我讲的这样 还有这个空隙在这里 所以他们从那边停进来 变得后面会通出来 所以大家都停滴了 他们没人会停滑了 这个我请一下 局长你待会跟我答复一下 还有就是我要讨论这个 38 24跟红36公车搭乘的路线问题 我先跟你谈论一下38 38是 我把他放大到这边来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借寿路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等于是 卫生云南站进去戒寿路到戒寿路口到先锋路 然后必胜路就转域海清出来 这是38 24也是一样 24也是从戒寿路 从左营大陆这边到戒寿路 戒寿路口 先锋路 必胜路 就转域海清出来 所以他们两个的路线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红36 红36他现在是从左营大陆进来之后 借寿路 因为当时只是到这里 后来就是那时候我们去争取 然后延伸到我们的先锋路口 在这里起站 在这里起站 所以他们当时的行驶方式是从这边 然后直接回转 来在这里起站 现在后车厅也坐好了 但是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是希望建议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让这个 做营大陆进来之后 做营大陆进来之后 借寿路之后 不要直接拉到这里回转 我们是希望能够从借寿路 左转先锋路 再右转 从石路 再右转先锋路 然后再从这边起站出来 这是一个红36 这里你看有 负责的人 等一下要pass给局长 这个部分 我想就是我们希望从这边 本来是执行回转回来 在这边等 但是我们希望说从这边转 然后这边刚好有一个 活动中心前面有一个站牌 是不是能够在这边也增设多停一站 这完本就有一站了 这是说我站而已 再把它停到这里来 然后再把它绕回来 所以再过我要再回来讲的是红 红36之前就245跟38 它们两个情形都一样 就是说为南藏进来 借寿路的 左转借寿路口 我就说刚才有这站 其实这站跟我们的先锋路口 这站是很近的 实际上它这个是可以废掉的 借寿路刚刚从我刚刚讲的借寿路 到我们刚刚红36那站 其实距离近近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讨论 是不是三个线路 把我们的借寿路给废掉 从借寿路左转过来 借寿路口这站没 这站到先锋路 然后再左右转到从石路再转回来 然后接连这一个刚刚 三六这一站 刚好接这一站 先锋路 先锋路口这一站 这样隔着你听我的意思 就是说三个 好时间再延长两分钟 谢谢主席 也就是说把这三条路线同样的 都是从这边借寿路 然后到先锋路 从石路先锋路 这样设出来 我们算过大概增加不到一公里 就是他这样 就是说你这站 接收路口在这个废掉不要停 然后把它转过来这边 这样比较顺 那其实里长本来是希望说 红三六改成这样 然后这个三八跟二四五 他们是希望就是直接循着 接收路直接到先生路口 再外面回来 可是我想回转可能比较不好 绕着这样圈圈走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我们之前会看过 有去会看过嘛 那这个路线里面有没有去研讨过说 是不是可行 就是我们先廢 我们把接收路口站 这一站给廢掉 他还卡在说他在两个厨的 站门口 有的人在门口 有的人不希望被射 所以他们希望说那一站就给他飞掉 然后转到我们的先 先生路的这个路口 因为他在这里 其实不可以 只有两三个大楼而已 他希望改到这里 然后用顺向的方式这样绕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等一下 我如果可以请局长跟我答复一下 所以我想这整个路线图 其实我们都一直期待是希望 好好的规划一些路线 让我们的居民可以好好使用 那至于后车亭的部分 其实我是相当的有意见 那我建议后车亭 这次你们一共采购了50座 那50座的制作方法 我不晓得到底是怎样 等一下我请局长问一下 你们后车亭的设置是 你们50站是先 怎么做是一站一站做 还是做一倍之后再来做下一个工程 局长你答复我一下 好 请局长回复 议员所要请教的是指后车亭的试作吗 后车亭的试作我们一年度都有一个标 那会选定应该要设置的地点 所以它按照那个工序来做 西冈方式是 蛤 哦 对 整个后车亭是在工厂里面先注装 然后工地那边是要把地上的基础先做好 基础工程 然后再吊装 这样就完成 是 当然是按照那个排序的工序来做啊 就是预柱的部分在工厂里面先做好啊 那另外的那个水土工程是在现场去做啊 好 时间再一分钟 谢谢 谢谢主席 局长 我要向你告的是说 你们这五十站在做喔 我发现它不是 譬如说我第一站 我做的时候我工厂做好 然后下一站 我知道你们好像是分好几包嘛 你们应该是一个组同胞一包 会更多包小包嘛 你们这个同胞就要说 我现在要学这个站的工厂平的时候 第二个进来 我做好的时候 第二个就铺铛 那个地 磁砧 再过来就这样子嘛 椅子嘛 做得好啊 你们可以再耍下去嘛 工程就一直接着下去 可是我发现你们不是这么做耶 你们是整个铺铛都凹 五十站都凹凹的 然后凹后 他再来做铺铛 陪的磁砧 车架他再放下去 一台一台做啊 你怎么听我的意思 所以你们一个后车厅要做多久 你们才知道 为台风前做到台风 还没做得好啦 你们是两个台风天 没有错 也许是台风有耽搁时间 可是你们不是啊 你们铺铛好啦 结果也没放上去 我看大家都在铺铛 铺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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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给大家说明一下好吗 很简短的 我们的施工的方式 跟议员报告老 目前是按照这个工种的项目是主项 就是每一个工种50座分区域去这样试做 那可能跟议员认知的就是说一站一站做 那当然那个可能是议员觉得这样比较快 可是对我们整个工程来推动 在工期内可能事实上是有其他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整个未来事工的时候 我们会再检讨看看 这个议员我承诺来检讨 看怎么样把工程的进度 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提供这个服务 是 好 是 是 好 刚才议员所提到的那个 38路245还有红36 我想议员刚才提到一些构想 我觉得基本上听起来也不错 那只要是地方上这个需求是符合的 这样一个原则 我想路线调整 我们都愿意来做评估跟考虑 那我们再邀请相关的单位再去做一下 确认 至于说废一个站 是不是合适 那要看看那个站 是不是平常有很多人在那边上下车 这容许我们再把那个资料调出来 因为每一个站 它上车下车都有这个电子资料的资料 如果说这不会影响到大部分人的权益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做调整的考量 对对对对 刚才提到的这个龙华国中跟新上国小后门这个部分 确实我们希望每一个学校附近的同学的环境都是安全的 那是不是用哪一种交通管制的方式 这个当然有不同程度的考量 那刚才议员也有提到了 我们已经在光星街口的北侧已经先把行川线划设了 那未来我们还希望说能够在自由二路的六项里面 去增设荧光黄的这个束线限制 要求用路人到了这个地方 有一点类似进入到一个交通宁静区 特别是学区附近需要能够降速 而且能够注意到这边可能会有学童进出穿越的这个警示的这个标志 那未来当然如果是条件可以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光星街口设置闪光的标志 在中期如果真的是那个量很大 没有其他的改善 我们会一定要把这个耗制的部分纳进来考虑 那我要表达的是说 因为管制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最适切的 在最适当的地点去提供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服务 那这个部分我想跟议员这样说明 私底下我们再来跟议员讨教 看看怎么样做最好 是 好 谢谢陈美娟议员的咨询 那我们上午的咨询到这边 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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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